复理箱一名无姓男子带着高龄86岁失智老母亲上山工作 他交代妈妈不要乱跑在原地等他 不过当这个无姓男子坐完要回家的时候呢 发现妈妈不见了赶紧报警处理 在晚间七点多天色昏暗的时候还是找不到 而警方也不放弃终于是在台82线往台东池上的池峰桥 找到了这个老妈妈 复理箱一名无姓男子带着高龄86岁失智的老母亲上山工作 有交代妈妈不要乱跑在原地等他 不过当无姓男子结束之后要带母亲回家时 发现妈妈早就不见了赶紧报警来处理 而基于黄金救援时间立即通知警员 携带着头灯手电筒以及无姓男子上山邪寻 晚间七点多天色昏暗还是找不到 但是原警不放弃 终于在台82线往台东池上 池峰桥上找到老妈妈 范局长表示 永峰山区已经发生过数件长者失踪案件 不过这次派出所能够及时协助找寻到人 并且平安归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也提醒家中如果有年纪大的长者外出 最好有人在旁边全程陪同 以防止汗事发生 记者高松双部里乡采访报道